听取获销出席于120人的意见 有中小企希望8%担保贷款计划延长 也有零售界坦然处境艰难 希望政府及时支持 如再派消费券 鼓励流港消费 但目前处于转型期 洗牌期 除了有商店结业也有开业 更一口气列举七个来港发展的过江龙品牌 建议各行业找出创新方法经营 表明当府会尽量帮助有困难的行业 李家超强调先搞人流 财气自然来 提到香港经济虽然正增长3% 但个别行业正适应洗牌期 并面对挑战 搞活人流必然是其政策 并会在不同领域取人所长 去人所短 吸收好的经验 李家超 非常重视地区咨询 李家超感谢出席者和正收看咨询会的观众 他说非常重视地区咨询 你们最了解地区问题细节上问题 又指上次咨询会后 有很多意见有启发性 对政府如何运用资源与落实政策非常重要 今次也希望尽量留时间与大家发表意见 适时分享自己看法 有青年组织代表其税务欢迎支持创业新兼东区 康山关外队队长的东区青年交流促进会主席陈德铭提出 希望政府完善创业生态圈 建议切多元化创业资金 政府提供税务欢迎 吸引或留住更多人在港创业 也希望政府提供支持服务 为创业团体提供空间资金 任职中之电讯公司的陈先生 希望政府有更多政策于北都基建建设 包括数据中心 争取该区有世界数据中心 并在本地人才方面给予支持 他又希望政府加快相关审批流程 构建更多网络连接 令香港成为综合平台 并提升网络安全 律师陈先生说 希望提升行业效率 特别在新兴科技应用 近年见到政府大力推动新兴科技 特别在人工智能 他希望其行业也支持发展 建议政府再推出法律基金 在业界将系统升级 相信随着普及应用 会令行业水平提高 更有竞争力 令香港法律行业在世界领投 跳省总会枪设配对基金 让企业提供资源支持 运动员中国香港跳省总会主席 黄平泽提到体育方面资源投放 希望政府除了在资源调配上检讨 也让多些企业市民加入支持 如设配对基金 下次体育好处多 希望有跨部门推出推广政策 零售界望放宽 广州一签多行速来港消费 连锁店经营者艺女士指 零售处境艰难 希望政府可提供及时的支持 现时港人不想 融合是必然方向 希望港府向中央争取 让广州人一签多行 促进来港消费 他又建议港府再派消费券 让市民留港消费 李家超 洗牌期有商店结业 开业为公司注册创新高 李家超表示 几日前美国联储局透露减息时机到 很多分析员认为今年9月开始减息 对香港亦是有利的消息 但目前香港经济处于转型期 洗牌期 市场会出现更替 形容有商店会结业也有商店开业 他引述公司注册处统计数字 指香港成立公司数目创力来新高 今年首半年注册的本地公司 总数达144万间 平均每月增万多间 投资推广处招来的企业数字也较去年同期上升四成 带来380亿元投资 三千五百多个就业机会 的鞋店好出名的Hoker 亦都在香港开概念店 苏格兰威士忌Macallon公司 亦在中环开旗舰店 日本牛肉饮食店 例如山牛都来香港 并都有拉面的店来香港 甚至我看报纸啦 台湾销肉店 大阪串销链锁店等 他说举例的目的是想说明过度期内 每个行业都要找出创新方法 发挥自身优势 但当然政府也尽量帮助有困难行业 在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推动下 当局也与三大银行会面 确认中小企信贷风险为纳措施未改 也会有多项措施配合其融资 重推8%担保贷款 陈茂波 涉得风险需小心考虑 对于近日商界提出重推8%担保贷款计划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指 计划现时有130多亿元坏账 若作为长期执行 要小心考虑 且当中或有道德风险考虑 当年这个8%担保计划推出的时候 是疫情突然来襲 是个非常时期的举措 来到现在大概都出现了130多亿的坏账 所以作为一个措施长期执行 我们要小心考虑 里面可能牵涉一些道德风险的考虑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陈茂波重申 政府又从多方面为中小企提供支持 除了协助资金周转 也有措施助中小企推广业务及升级转型 当局会适时检讨并作不同考虑 提到劏房问题 李家超指示证报告会交代处理劏房的做法 他说去年成立的解决劏房问题工作组上周以交报告 为讨论期间 他为小组提供了一些新想法 期望不是一个讲紧目前解决了劣质居住单位问题 而是长远真真正正处理整个问题 所以要求工作再研究 一个月内再交建议